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跟四人帮之间 我们往往说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 但是林彪跟四人帮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想听听您来看吧 好 那个林彪与四人帮的关系 当然从中共官方的解释来看 那么林彪与 实际上我们看官方在79年80年的审判当中 是把林彪和四人帮定成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 也就是说在官方的定义里面 两个反革命集团是既勾结又斗争 也就是说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又有联合 又有争夺 主要是在权力的争夺上面 这个呢是官方的这么一个解释 但是这种解释呢 显然是很 无论是从逻辑上和这个 史实上都是说不通的 因为怎么来定义这个两个集团是怎么形成的 什么时候形成的 那么官方这个 尤其是国内的一些个所谓一些学者吧 我看到的 他们呢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说呢 这两个这个反党集团或者反革命集团 最早的勾结是在什么情况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1966年3月份 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由江青出面 找林彪呢 搞了一个这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 那么这个纪要呢 这个出笼呢 意味着标志着这两个 反革命集团呢 两个反党集团呢 就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就就已经这个 勾结起来了 那么这个说法能不能成立呢 这显然是不能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如果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两个集团了 那么这两个集团都是什么人呢 那总不能林彪只是一个光杆司令吧 那么江青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光杆司令吧 那他毕竟你说是一个集团的话 总的手底下都有一些人吧 那么那么那个时候 林彪有有黄武李秋这些人在他的手底下呃 从事这些活动吗 那时候还没有啊 黄武李秋那是到了1967年的这个杨玉富事件以后 那么军委办事组改组 那个时候呢 才形成了一个林彪的阵营 也也我们也不能说这就是一个一个一个集团 那么到196 这我们说到1966年3月份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还根本还没有这么一个集团的这么这么一个一个形成 那个时候在跟着林彪 林彪是军委副主席 他手底下那还有其他的军委副主席呢 还有这个贺龙呢 还有内容真呢 那这个还有戴总参谋长杨成武啊 这个总政主任肖华呀 那你总不能说把这些人都说成是林彪这个反党集团的人吧 对吧 这个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而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根本还不能还不能成立 就是还没有形成所谓林彪反党集团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江青 那时候江青有成立这么一个反党集团吗 也没有啊 对吧 那么江青之所以去找林彪 去搞这么一个所谓部队文语工作座谈会议机啊 江青是受了是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去找林彪的 而且找林彪去开这个会 林彪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开这个会 开这个会的目的到底是 林彪也不知道 而且林彪对这个会自始至终也没有发表任何的见解 也没有对那个后来的所谓的那个纪要呢 没有修改一个字 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那么这个纪要呢 是江青打着这个是受毛泽东的这个委托 实际是是毛泽东的委托 找林彪 然后呢 找来这么几个人 主要是这个总政的这个副主任刘志坚 还有总政文化部的这个什么谢唐中啊 什么啊 有那么几个人吧 李曼村 就是他们这个总政的这么几个干部 找去以后呢 江青把这几个人找来开个会 实际上这个会呢 基本上是江青自己说话 从头到尾呢 这几个人呢 是只是带着耳朵去听的 他们没有 这几个人呢 没有发表任何的见解 因为他们去之前呢 林彪这个叶群就跟他们说 你们就带着耳朵去听就完了 他们说什么 你们就听着 然后呢 回了以后 你们再汇报 这几个人呢 江青开完会以后呢 这几个人呢 回了以后呢 就想说 那么既然这开了会呢 总得写个东西出来吧 所以呢 他们就根据他们自己的记忆 在会上的记忆 因为当时的开会的时候呢 江青还不许 他们这几个人 这个做这个记忆 所以他们几个人的开会 回来以后呢 自个儿 凭着自个儿的这个 这个印象呢 就把江青开会的这个 说的这些个东西呢 简单的 写了这么一个纪要 大概只有几千字 三千多字 这个纪要呢 拿给了这个林彪 林彪看了以后 就说挺好的 完了 然后林彪也没表态 但是把这个记忆 拿给江青的时候呢 江青就很不满意 说你这个记忆不行啊 你这个记忆歪曲了 我的本意了 这个这个完全不对 结果呢 又把陈伯达 什么这个张春桥 这些人找来 重新修改 也就是增加了这个记忆 增加了很多 这个会议上所没有的东西 不光他们做删改 毛泽东呢 也亲自的对这个记忆 做了大量的这个增删 增加了大量的这个内容 所以从三千多字 一下扩充到了一万多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所谓这个部队文艺工作 座谈会议记忆呢 根本就是毛泽东和江青 这两个这个夫妻店 俩人自己搞出来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更可笑的是什么呢 是毛泽东呢 把这个部队文艺工作会议 这个这个基要的这个title 这个名称给改了 自己毛泽东自己加上几个字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 开这个会 加上了这么几句话 无形当中呢 就提高了江青的地位 那么林彪有没有去委托呢 显然是没有了 显然这江青呢 是受了毛泽东的委托 去搞这么个会议 那么之所以搞出 这么一个座谈会议的记要呢 是毛泽东要利用这个呢 利用这个部队 文艺座谈会议的记要呢 作为去打这个彭真 这个二月的 二月提纲的 是作为所谓批判 这个文艺界的这个 所谓这个 十七年以来 所形成的这些的 一条文艺的黑线 那么这个黑线呢 早在可以一直追溯到 不仅追溯到十七年 甚至于还可以追溯到了 这延安时期 也追溯到什么王明啊 等等这些人身上去 所以呢 我们看来 我们看到真正的 这个历史的事实是什么呢 就说把江青和这个林彪呢 在所谓66年就已经 这个两个反革命集团 做勾结这件事情 是子虚无有的 所以这个事实是不成立 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来 就看了 这两个集团的本身 首先那个时候 就没有这两个集团 一定要说有集团的话呢 那也只能说 这个江青集团 实际就是毛泽东集团 也就是说毛泽东呢 不仅授意这个姚文元 这个张春桥 他们在上海 搞这个批这个海卫罢官 批吴涵的海卫罢官的这个东西 同时呢 在北京又找江青 在搞 在这个利用林彪的这个军队 这个部队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部队文艺公众座谈会议纪要呢 搞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用这两个 用这两方面的这个东西呢 作为打击 刘少奇 打击这个彭真 打击彭真和乌涵 他们的一个重磅的一个炮弹 所以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就是在1966年那时候 根本就不存在着一个江青集团 或者一个林彪集团 根本就是一个毛泽东集团 那么 这两 这个 后来 这个江青和林彪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看到呢 实际是 一个这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关系 你不能 也 我们不能简单的 把他们归结 说一个所谓的一个勾结啊 或者是一个 联合的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呢 无论是林彪也好 还是江青也好 他们实际上 都是在毛泽东的 这个 这个指挥下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从事了他们的这些活动 接近红卫兵 发动这个造反派造反 以及在1967年1月的 这个各省市自治区的 这种夺权活动 那基本上 全都是在毛泽东的 这个指挥之下 那么具体的执行者是谁呢 那就是周恩来啊 那林彪从事了哪些具体活动吗 我们基本上看不到 我们看 尤其是在这个 夺权的这个事情上 比如像 中国这个29个 这个省市自治区 搞的这种 这个夺权的这个活动 那么林彪有什么 具体的指示吗 没有 那军队有没有主动去 夺这些个 这个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的 这些个权利吗 没有 林彪也从来没给军队发表过 这发布过这种指示 这种 那么我们看到呢 反而是毛泽东给林彪下达指示 在尤其是在这个六七年的二月份 这个 当这个安徽 当这个安徽省 这个省军区 报告 造反派 要要要搞这些活动 你们要要派军队来保护 你们你们不来保护的话 你们就不是支持这个左派 这个时候 毛泽东看到这个 这个河南省 河南省军区 报上了这些材料以后 毛泽东直接给林彪这个下命令 说这个 以前的命令作废 凡是有左派需要军队支持的话 军队都要都要去支持 这个也是表现出 毛泽东 毛泽东对林彪的一开始 对军队的这种比较保守的状态的一种不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从66年虽然造反活动这个风起运涌 但是66年的下半年 基本上军队呢 是在林彪和林彪和这个叶剑英的这个领导下呢 基本是保持了稳定 而且呢 林彪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林彪对军队最主要的这个精神就是部队要稳定 部队不参加地方的这个造反活动 这是林彪保证军队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 那么到了后来以后 毛泽东直接下了指示以后 六七年二月以后呢 军队也不得不参与到了这个夺权运动当中来 当然呢 也不是军队去夺权 而是这个 而是这个 造反派去夺 夺完以后呢 军队呢 表示一番支持 在后来的这所谓这个三结合呀 大联合啊 等等当中呢 啊 军队呢 啊 基本上呢 是占了一个这个主党的地位 也就是说 啊 各省市自治区在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呢 啊 军人呢 呃 这个 我们看到军人呢 呃 大约占70%的军人呢 成为了这个 啊 这个各各省的这个省革委会的这个一把手 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军人的军队呢 实际上也是在毛泽东的这个啊 指挥之下啊 从事了这些个具体的活动 那么具体到林彪与江青的在这方面的关系呢 基本上江青是冲锋陷阵的 是这个毛泽东的这个过河组组 这个啊 啊 尤其是靠着利用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 啊 搞了大量的这个造反夺权的这些活动 那么具体的工作呢 这个 有很多具体的工作呢 也都是中央来去做 啊 林彪呢 基本上是躲在后边 基本上是没有做没有对这个三支两军啊 这个这个 没有对三支两军发表过什么具体的这个指示 或者是见证 那么我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个林彪和江青呢 在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也还是都是在毛泽东的这个啊 领导之下 那个时候也不能说啊 也不能说就存在了一个江青集团 或者是一个林彪集团 既然那个时候也是不存在的 那么真正呃 成为一个所谓的一个集团呢 那也是到了比较后来了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六七年 这个啊 基本上就是说啊 各个省市市自治区夺权活动 已经告一段落的情况之下 啊 这个军委办事组的成立 那已经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啊 夏天了 也就是杨玉富事件之后啊 那个时候呢 你可以说林彪的阵营呢 基本上是稳定下来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个杨成 这个啊 黄永胜取代杨成武 成为这个啊 总参谋长 这个吴法县是 军委办事的这个副组长 黄永胜是组长 吴法县是副组长 然后成员呢 有这个李作鹏啊 邱辉作啊 当然这些人呢 当然是林彪原来这个 红一方面军 或者也可以说是 呃呃 四野方面的这个主要的这个 主要的干部 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说林彪阵营大致是形成 那么江青呢 呃 所谓江青的阵营的真正的形成呢 也其实应该是在啊 庐山会议以后才才可以说是 基本上是形成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庐山会议是七零年 八月份的这个庐山会议呢 在这之前王宫文呢 并没有那个 王宫文那个时候还是上海的一个基层上 呃 顶多是参与了这个上海的独权活动 呃 并没有进呃 计身到这个中央的工作 那么到了庐山会议以后呢 毛泽东呢 刻意提拔王宫文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 呃 王章江瑶这四个人 才可以大致上说是形成了一个 呃 私人帮阵 那么 你看那一九七零年才 形成了这个 四人帮的阵营 那林彪呢 那是六七年 啊 六七年的这个 秋天以后 七八月份以后 所以你说他们这两个集团 你这个 这个有有有有多大的这个什么 这个勾结 这个这个我是看不出来 可以这么看 而且林彪呢 一直是防防备的这个 这个江青他们的把手伸到军队里面来 呃 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呃 曾经呢 呃 江青呢 是希望 官方 就是中央文革 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 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这个官方呢 呃 你先去 你一个人 你你先进去 我们呢 以后慢慢的还会再派更多的人进去 那么开会的时候呢 他没他没想到呢 这个叶群也在这个 也在这个会场上 叶群听到以后就赶紧 这个给这个林彪 这个打个电话 通告通知林彪 本来这个任命呢 已经都写好了 本来林彪也不认为这个官方 到底反正也不认为他有 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呢 当林彪发现了 江青想把这个手伸到军队里面来 想在军队里有自己的代理人的这种情况之下 林彪就断然的决定 就这个命令 已经写好的命令就就搁在那 然后就就不动 一直等到这个命令 等到他这个这个作废 所以官方一直也没有到军队 当这个所谓的 也没有到解放军来当这个总政府副主任 而且就是我们基本上来看的 就是林彪对江青他们是一直防范是很深 是防范是很深的 就是不许江青他们把手伸到军队里面来 也不允许军队有有江青的代理人 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这个解放军的有这个 副总参谋长 北京军区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这个温玉成 这个温玉成呢 是江青刻意拉拢的人 本来这个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呢 他的地位并不高 一般呢 是不会被 不会进入这个中共中央高层 就是不会进入到这个 中央文革碰头会 那么江青呢 刻意的把这个温玉成 拉到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里面来 然后呢 基本上呢 是想利用温玉成在军队里面的地位呢 可以向江青他们透露一些军队方面的情况 那么为江青他们以后控制军队呢 做好一个准备 做好一个铺垫 那么后来当林彪发现了这一点 发现了温玉成的这个问题以后呢 就把温玉成呢 打发到这个成都军区 当这个副司令员 就把温玉成从北京赶走了 就不许温玉成在这个北京待着 从这件事情上来看呢 也就是说林彪呢 对江青他们防范是很深 是很深的 所以你说他们有什么勾结 这一点 我是真的是看不出来 他们有什么勾结 更何况到了这个庐山会议的时候呢 那林彪亲自出马 打击这个张春桥 所以在 就正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 毛泽东忽然发现 林彪竟然也不听话 这个 既不是他的这个思想上的这个继承人 也不是他的这个组织上的继承人 如果听任林彪在这个庐山会议上打倒了张春桥的话 那么毛泽东这文革大业啊 也很可能也就也就到此也就中断了 一旦毛泽东去世之后 这个毛泽东所信用的这些个江青姚文元这伙人也可能就真的是死不造神之地 所以我们看到呢 是说林彪与林彪和这个江青是所谓勾结呢 这勾结我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呢 这个斗争我倒是看的是清清楚楚 所以大致是这么一个关系吧 丁先生啊 刚才谈到了跟四人帮啊 林彪跟四人帮的这种所谓反反弹集团的关系 您认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同时他们的关系啊 也很复杂 并且在不同的时段 他也反映出不同的特点出来 有时比较紧密一点 有时呢 可能防范的成分更大一点 我曾经读过无法线的一个回忆录 这是很后本的两本 他就一直说呢 他就说我从小参加革命 最后把我打成林彪反党集团的分子 他说我一直就没闹明白 我就是完全听毛泽东的话 按照毛泽东只是走 怎么毛泽东无罪 我倒是那一个反革命分子 所以他一直否认这个事 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林彪与他的四大金刚 您刚才说了 一个是黄无李秋 是吧 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同时是否存在一个 您刚才实际上已经谈到了 一个林彪反党集团 好的 那个我们当提到这个黄无李秋的时候呢 我就想呢 这个官方呢 这个中共官方的这个说法呢 就是说林彪呢 成立了这么一个反党集团 那么成立反党集团的目的何在呢 那就是要篡党夺权 那么要搞篡党夺权呢 那显然是首先要把自己的人马 放置放到这个最主要的 最最显著的这个位置上来 那么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黄无李秋他们几个人呢 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并不是最主要的人 军队里面 在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干部当中呢 还不是黄无李秋他们几个人 他们那几个人呢 还没有这个资格 比如说 在罗瑞卿事件的时候呢 官方就说 这个吴法宪怎么这个出来批判了罗瑞卿啊 李作鹏怎么出来批判罗瑞卿啊 等等等等 但是对其他军队的这些个元老 批罗瑞卿的事情呢 是闭口不谈 那么 其实我们就看了 这个黄无李秋他们 那时候他们地位还太低 他们还没有资格 站到这个第一线上 真正站到第一线上的 都是些什么人 都是什么叶剑英啊 聂龙真啊 这个杨成武啊 肖华啊 这个最主要的军队 这些干部 那么黄无李秋他们这些人呢 实际上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呢 他们都是受到这个军内的这个冲击的 啊 所谓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当我们看这个邱辉座回忆啊 吴法宪回忆啊 李作鹏回忆啊 我们看到他们的回忆 就是说 他们在66年的时候呢 他们的日子是最难过的 都是被军内的造反派啊 这个搞去 这个天天的这个批斗啊 检讨啊 啊 这个这个斗的是 这个不亦乐乎 这个吴法宪自己就说 他说我这个根本就不能在家里待着 也这个 但是你又不能这个军队的 这空军的这个事情 你又不能放 所以他说我有的时候呢 就这个这个军委的 这个跑去这个 北京空军 有时候在军 空军指挥所 那有的时候跑去京西宾馆 甚至于还跑到这个 甚至于到这个叶剑英家里去躲避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们这些人被斗的是不亦乐乎 特别是这斗的最惨的是这个邱辉座 大家知道这个邱辉座啊 这个本来他斗的 斗的很惨 斗的很惨以后 他这个心脏病发作呢 就被这个叶剑英呢 下命令说 你就到西山来养病 就是你千万不要下山 啊 所以呢 邱辉座呢 就到了西山 也就是住到了这个军委的这个 军委战时的这个指挥所 那么当这个军 当这个军委文革小组改组的时候呢 这个徐向前 这个徐向玄这个元帅呢 当了这个军委文革小组的组长 这个徐向前呢 这个跟江青一商量 江青说 说这个邱辉座这人不行 他是他是个 这是个坏人 是要他不能躲在 他不能躲在这个西山 应该让他让他回到部队 参加这个文化大革命 然后呢 徐向前呢 就打电话给邱辉座 打一个电话 跟邱辉座说 我不是以这个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 我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 给你下命令 你必须下山 你必须回到总后 参加这个文化大革命 那么既然 这个军委副主席下命令了 那邱辉座也只好硬着头皮 下山 那他一回到这个总政大院 立刻就被 总后 总后的 一回一回的总后大院 就被总后的这些造反派 军队这些造反派 把他抓去 抓到总后礼堂 这个一通这个 这个毒打 这个打的这个 几乎这个昏死过 这个死去活来啊 这个 差点要了邱辉座的命 后来邱辉座呢 就是偷偷的写了一个求救信 趁着他儿子这个去 这个去探望的时候呢 把这个求救信 让他儿子这个带出来 带出来以后呢 这个 这个邱辉座的太太 这个胡敏呢 就是这个给这个 给这个林彪 打电话 所以林彪一听了 就大怒 这个当场就写命令 说这个立即释放秋辉座 然后呢 当场当时呢 还有陈伯达也这个在场 那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啊 所以呢 他们俩同时签 这个这个签字 由叶群 持着这个首令 到这个总后 把秋辉座给救出了 所以我们看 这个黄古里秋 他们几个人呢 在文革这个初期的那时候 并不是这个积极的参与者 他们是一个受害者 他们这个被斗得不亦乐乎 像秋辉座斗得几乎这个命都 这个差不多都快都快送掉了 所以呢 他们这些人呢 实际上对造反派呢 是没有任何好感 所以对尤其是对江青 他们这些人 这个心里是当然是极度的不满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二月逆流啊 当这些老帅 这个什么叶剑英啊 谭振林啊 他们向这个文革 文革小组他们发泄不满的时候呢 实际上也是代表了 黄武里秋他们这些人的心生的 所以所以他们后来 黄武里秋他们之之所以跟着林彪 这个跟四人帮 跟这个文革极左派 他们这个做斗争了 是由来 是其来有自的 并不是说他们政治觉悟 你说他们那个时候 政治觉悟就已经高到 所以知道他们就是就是就是坏人 那就是就是要这个搞搞搞 就是这个这个敌人 他们那个他们的认识水平 并没有达到那个那个那种程度 但是只是他们直直觉就认为 呃这个江青他们搞的这一套 这这种活动呢 搞的这套这个打压抢啊 搞的这套夺权 这并不是他们 这是是跟他们心目中的这个 党的这个所谓这个党的这个政策 是这个呃所所抵触 这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个这个黄武李秋 他们这些人跟这个很早的时候呢 就对这个呃 对这个四人帮就对这个文革极左派 他们是是非常不满的 那么你说他们啊 是不是这个啊 啊最后能够规接到 仅仅规接到一个权力 这个权力斗争上 啊这个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也是比较的 比较过于的这个过于的这个简单化 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啊 华国锋叶剑英啊 他们在在这个毛泽东死后 抓捕这个抓捕这个四人帮 看成是一个一个正义的一个一个一个 站在历史正确方面来看 那么为什么黄武李秋 他们更早的时候跟跟呃 跟四人帮这个做斗争呢 就把他们看成是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权力性权力争夺 这个这个说法呢 显然我认为也是一个比较比较不是很比较片面 至少也不是一个很客观的这么这么一个看法 所以呢 那在我看来呢 黄武李秋他们这些人呢 啊啊 中共九大上面能够步入这个政治 能够进入政治局 啊是因为毛泽东在二月逆流以后啊 让那些的老帅们都这个把他们赶出权力的这个核心了 所以黄武李秋他们呢 等于是填补了这个空白 那么填补这个空白呢 是他们但是呢 他们啊 林彪呢也又不希望他们以这个什么军委副主席啊或者是军委常委啊这种这种形式出现 而仅仅是以一个军委办事组的这个面貌来出现 所谓办事组呢 也就是小组来办大事 啊没有名分 但是呢 呃又控制军队 同时呢 又呢 呃 又可以 呃 这个呃 不仅是啊 从事军事方面的工作 同时呢 也协助这个周恩来呢 从事政治方面的活动 所以呢 基本上 在我看来呢 就是 军委办事组和林彪他们这个这个这个关系呢 最主要的是一个工作性的关系 呃 军事上当然是受林彪的领导 政治上呢 是受周恩来 呃 中央政治局 尤其是受毛泽东的领导 所以 把这个黄武李秋他们 说成是林彪的死党 这种 这个呢 实际上是 中共的历来政治斗争方面的一个 惯用的一种一种手法 啊 当要打倒某一个人的时候呢 一定是要揪出他的手下 把他们惯成 惯 惯名为一个什么集团 比如说什么反党集团啊 或者反革命集团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中共在这个打倒这个高饶的时候 高岗饶术时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揪出什么这个 呃 高饶的什么武虎上将 这个 那么打倒彭德怀的时候 也一定要揪出这个彭德怀的这个手下 呃 都有哪些人 打倒刘尔奇的时候 也要揪出彭真呢 什么61人这个什么反党 呃 这个这个叛徒集团啊 呃 也同样 在这个呃 中共在打倒林彪的时候呢 自然也要揪出一个揪出这么一个所谓反党集团 或者或者说反革命集团 那么黄武李秋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也就是在劫难逃 所以呢 当中共在913事件之后 在在这个呃 清清算林彪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 也就是把黄武李秋他们算成所谓林彪死党 那么 那么 打成林彪死党以后 那么自然而然就会 这个有什么林彪集团呢 或者到后来邓小平的时候 又把这个反党集团又升格为这个反革命集团 呃 所以呢 我所以在我看来 呃 这个历史上呢 本身并不存在这么一个 林彪反党集团 或者林彪反革命集团 呃 我们也或者也可以这么看 所以历史上也不存在一个什么高饶 什么反党集团 也不存在一个刘少奇 一个修正主义集团 那么既然都不存在的话 那凭什么 会存在这么一个林彪 林彪这么一个反党集团 这无论是从逻辑上和这个史实上 也都是说不通的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这么一个看法 不是 这把这个刘是有成座的 纪愿着 看来 你说完